据美国媒体报道,自去年4月1日以来,受疲惫、沮丧、个人威胁和政治压力等因素影响,美国公共卫生官员的离职率高于以往。 报道称,至少38个州的180多名州和地方公共卫生官员以及卫生部门的高级工作人员已经辞职、退休或被解雇。 根据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的实施数据,截至当地时间周五晚间,美国的新冠病例数已经接近2700万。 周五的数据显示,美国在过去24小时内报告了123,656例新增确诊病例,3509例新增死亡病例。 新冠相关的死亡总人数攀升至458,985。 根据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的最新预测,到6月1日,美国的新冠死亡人数估计将达到63.1万。 该机构还预测,最坏的情况下,死亡人数甚至可能高达70.3万人。 而最终的结果取决于疫苗的推广和新冠病毒变种的传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